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刻要求李基因延长还款日期 他一定还上5000万韩元 回家后金大宇的妻子非常绝望 觉得是自己的病拖垮了家庭 妻子让金大宇在家里烧死他 制造出意外的样子 这样妻子死后金大宇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保险赔偿 不过金大宇始终心软 还是下不了手 金大宇的妻子趁金大宇不在家 爬上楼顶准备跳楼自杀 在他双脚悬空 正要坠落的时候 一个越狱犯救了他 自杀失败的他 认出了正在被通缉的越狱犯 不停央求越狱犯杀了自己 在两人推推桑桑间 越狱犯意外坠楼 砸到了楼下的一辆黑色小汽车 而黑色小汽车里 坐的正是李基因的两个黑衣手下 黑衣手下是被李基因派来杀死他出轨的妻子 这样李基因可以获得一大笔保险赔偿 偿还公司债务 不料被从天而降的越狱犯打乱了计划 黑衣手下没能得手 李基因妻子在宾馆偷勤结束后 他打了出租车准备回家 没想到这位出租车司机也欠了李基因五千万韩元 司机还不起钱 于是心生歹念 他误打误撞地绑架到李基因妻子 他拿到钱后就杀死李基因妻子 没想到钱还没到手多久 司机就开车撞死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少年 这一幕被路过的金大雨路了下来 并用那段视频威胁司机给他五千万韩元 司机无奈只能将刚到手的钱转手给了金大雨 影片的最后以片段式的镜头呈现了每个人的结局 李基因的妻子死后 他获得了三十亿韩元的保险赔偿 当他去墓地祭奠妻子时 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 而那个美丽的女人是去墓地祭奠孕育饭的 金大雨虽然还了高利贷 但是金大雨妻子还是不想拖累他 于是他支开了金大雨 拿了氧气罩在医院自杀了 司机由于身负两条人命 还是蹲了大牢 自行车少年的母亲也来到墓地 思念他无辜死去的儿子 故事的剧情非常散乱 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人 命运却被紧紧扣在一起 他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 一个推一个的倒下 这正是电影高明的地方 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 每个人都一样 这部电影真正想传达给大家的是 每个人在生活中 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意的 都可能会把某个人逼到绝路上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犯罪者 好了 这部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